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听不懂那个意思 我好像在某一个电影里看到 这是一个太监讲的话 匕首是要议员别再挖洞了 但柯文哲下一秒还是忍不住 干脆你把你的证件交给我 我来帮你做比较快 那你就做代工就好了嘛 你做副市长算了 话讲得好况 就连自己的民调和刚上任时的高点天查地远 柯文哲也自行破标 一开始那个太高了 然后中间掉下去 还爬得回来 这真了不起 台湾的政治史上 民调掉下去还有爬回来 到现在只有一个 只不过越接近选举 就怕妈妈直言个性 又坏了一手好牌 柯文哲也准备好了 那个进香团 然后人家带他去 他就去了 我现在要求他要出去 都要来这里登记 绿白分手后 虽然柯文哲嘴上说 蓝绿他都不想打 但要拼连任要做到 恐怕有难度 三连学李卫廷召开 SB小组 台北报道